汉高组刘邦究竟厉害在哪 粉丝朱元璋很着迷 李善长告诉他 就是说呀 刘邦虽然不善于统兵 但善于用将啊 朱元璋一听 咱不但可以领兵打仗 也很会用将 照你这两条 那咱岂不是比刘邦还厉害 朱元璋刚嘚瑟三秒 红都方向就来了爆炸性消息 陈友良亲率68万大军 兵制颇洋湖 直逼老朱的战略要地红都 就在朱元璋以为 陈友良是虚张声势的时候 前方的情报 让他的茶碗都端不稳了 陈友良这次动用了全部兵力 倾国而至 就连首富武昌 都不留一兵一族 这从宏都望去 陈友良的战船 在长江江面上 行驶了两天两夜 还不见首尾 更恐怖的是 陈友良还下了个变态的绝命令 严令三个月拿下精力 否则将帅斩首 他退位自裁 还有 说 还有 他们三军上下都传送着 陈友良的十字真言 说什么 首战即决战 一战定乾坤 朱元璋定住了 从施乐时的眼睛看得出 这回他真的慌了 李善长更紧张 上位 陈友良这哪是在打仗 分明是在跟咱们玩命 打仗还有个商量 他这架势摆明了 是在告诉咱 我只想打死诸位 或者被诸位打死 而更可怕的是 陈友良的这种流氓习气 可不是什么匹夫之勇 那是由内而外 彻头彻尾歇斯底里的 疯狂和狠辣 首战即决战 一战定乾坤 光这口号传达出来的 孤注一掷和破釜沉舟 不管什么样的对手 都会不寒而栗 朱元璋强忍着不哆嗦 可手里的茶碗 还是充满了 这陈友良的确没有吹牛 早在三个月前 这位出色的一军豪强 就做了令人窒息的战争动员 借助渔民出身的先发优势 陈友良令手下打造了 让所有对手 望尘莫及的水上巨无霸 这霸道的名字 这吨味 这载量 可以体会一下 陈友良的战船 在当时是什么级别 即使如此 负责打造战船的堂兄 因为经费问题 延误了工期 竟然被陈友良一声令下 儿子小陈呢 赶紧磕头秋情 不仅没顶用 还被老陈上了一堂试血的管理课 听着 你带着你陈叔的脑袋 立刻赶往船场 将他的手机展示给所有人看 船我令旨 所有战船 必须本月底全部成功下水 并且成功试航 如果哪艘战船不能下水 或者下水后不重要 则将该船的工匠到监工 全部斩首 刘伯温说的没错 这陈友良可比援军很多了 被这样的对手盯上 钟元璋是真不走运 如果不是陈友良 他会一直沿着九字方略 闷声发财 他甚至想避免过早的 与这个可怕的对手决战 如今呢 这块阴云飘到他的头顶 跟随他多年的李善长 也从没见过 他像现在一样荒神 大敌当前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而就在李善长手足无措的时候 刘伯温来了 陈友良严令 三个月内拿下精灵 山羽欲来 朱元璋的队伍炸了锅 可言瞅着将帅切战 军心不稳 朱元璋却神秘的猫起来了 作为头号智囊 李善长也慌了 反观刘伯温呢 倒稳的意识 善长兄 这时候千万不能慌啊 即使是心里没底 也不能让他们看出来 话虽如此 可李善长能不慌吗 公司爆雷了 员工炸锅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连朱老板也跑路了 留他一个副总 能应付得了吗 没办法 只好拿把扇子 一边压着精 一边硬着头皮 往帅富大堂去 强撑着装逼围围 大伙都嚷什么呢 既然大家都来了 还是躺上去 而刘伯温的任务呢 也不轻松 他要设法请回朱元璋 可刚要闯帅苦书房 保镖二虎啊 就拔出了三尺长剑 大帅有令 任何人不准入内 刘先生对不起了 书房里 火烧屁股的朱元璋 瘫软在地 失了神的眼睛 和恐惧带来的 一脑门冷汗 让他格外狼狈 一个人恐惧到极点时 就成了愤怒 朱元璋的眼神 重新变得坚定 可很快呀 又多了一丝狐疑 这大敌当前 强如我老猪 都得跟这搞心理见识 将帅们 更不知道啥样了 的确呀 此刻的帅府大堂 已经是人声鼎沸 将帅们 你一言我一语 主战主和主祥的声音 交织在一起 都要把帅府的屋顶掀翻了 挤出火的李善长 不知不觉 把手上雨扇的锋利 调高了舞蹈 出师不力的刘伯温呢 屁股还没坐热 又被李善长催促了 我能出架了 有时候是我说的 上面要是再过来 恐怕就不行了 刘伯温啊 也是有点急了 朱老板这是咋回事啊 都这么久了 生产队的驴 也不敢这么歇呀 于是呢 硬着头皮 又跑到周元璋门口催更 可保镖二虎的大宝剑 一如既往的干脆 刘伯温不敢再催了 转身就回帅府大堂 可刚到帅府测堂 他就看到了这辈子 让他最后怕的一幕 这朱老板早已经猫在那 一边监听着大堂上的一些动静 一边偷偷写下一堆 秋后算账的小纸片 对朱老板这种 有点不太光明正大的行为 刘伯温装作没看见 赶紧溜回了大堂 这个聪明人一回到周二 就阴阳怪气的告诉李擅长 大帅无处不在 大帅来之前 咱俩最好谁都别说话 别说我没有告诉你哦 李擅长感觉刘伯温又在锢弄玄虚 他恨不得一扇子盖在刘伯温脸上 可他哪知道啊 此刻的朱元璋就像高中班主任一样 正猫在教室后门 没过多久 金灵的主心骨朱元璋 终于若无其事的回来 这是朱元璋的一次随堂测验 明面上的考题很简单 陈有亮大军压境 咱们该咋办 朱老板呢 特别强调 这是一道必答题 每个人不管三言两语都得说两句 考题一出 大堂之下 武将这边立即分成三大阵营 徐达 常宇春代表的主战派 汤河为首的主和派 以及相当数量的主降派 朱元璋发现呀 武将们虽然立场不同 但都五一例外的对这场决战感到悲观 拿徐达来说吧 他虽然主战 但却没有必胜的把握 召集全部兵马 朱元璋不动声色 显然不太满意 直到从最后一盘杀出一个不起眼的小将 朱元璋眼前一亮 满堂立即一阵大笑 都这份上了 这愣头青还来搞气氛 可他们不会想到啊 正是这个小喽啰 日后会成为一代名将 他的名字叫蓝玉 相比武将们单一的应敌策略 李善长的办法就显得更为稳重了 在下主和 和入不成则主战 战如不胜则退回还西 令途再起 朱元璋一听 呵 老李 你这答案说好听点 叫全方位系统化 无死角答题 说难听点就是等于废话 朱元璋往台下一瞅 只见刘伯温啊 又是那副高深的样子 哎呀 这李先生什么都说了 啊 怎么没听见刘先生的声音呢 人惊刘伯温早就看出了 朱老板这道考题的迷惑性 如何应敌 其实啊 朱老板已经拿定了主意 那他为啥还装不作样 让将帅们表态呢 目的就是借此机会 搞一个全员检查 他就要瞧瞧 大敌当前流言四起 朱氏集团风雨欲来之时 谁跟他老朱风雨同舟 谁又在偷偷更新简历 伺机跳槽 一直在察言观色的刘伯温啊 看出了只有蓝玉主公的策略 最合朱老板的心思 当然也最合他刘伯温的心思 可鉴于上回 因为自己的一张嘴 差点被武将拿刀砍了 再加上蓝玉主公被大伙儿奚落 刘伯温啊 干脆夹起尾巴 朱元璋眼珠子一滴柳 朱老板虽然嘴上说着也行 但是心里啊 老不痛快了 好 你个刘伯温 你给我等着 老子好不容易组织个全员检查 你就给我耍滑头 今天我要是拿不到你的检查报告 我非把你鼻子捅爆烟 那刘伯温究竟会不会说 该怎么说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一波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你的支持是古道持久的动力